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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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中南部疫情比較嚴重 所以他在那個時候他就提早來 然後也是希望說可以讓疫情趕快消退 那這個時候他到底怎麼來 然後為什麼要來其實大家也不知道 可是你看那個樣子喔 真的會覺得很受感動 就是非常的有靈性 而且他這幾天來了以後他要去哪 他每一年就端午這段時間來 然後接下來就走了 對他就走了 然後呢也不知道你想想看43年 會不會是同一條蛇 我覺得應該也不是同一條蛇 但是這個傳奇就是沒有間斷過 而且這43年是從他這個廟 這個廟蓋好之後每年都來 所以大家就覺得這真的是很神奇的事情 那除了這一個廟以外 玄天上帝在 我們剛才講這個是在南投 另外一個其實他在嘉義 以前也發生過一個很玄奇的事情 在嘉義的這個玄天上帝 其實因為那附近有很多的靈班 要造靈要幹嘛的 然後靈務局有一天有一個監工 就是去造靈然後去遮醒 遮完之後大家都回來 結果他家人就發現 怎麼交通車少了一個人 然後以為說他可能是迷路了 第二天再上山去找 竟然找不到 然後連續找 找到第三天的時候大家就開始慌了 因為你在森林裡面 尤其在嘉義阿里山那邊 你找不到的話一天兩天 是非常嚴重的 可能會出人命的 到第三天就趕快去 玄天上帝的這個廟裡面去拜拜 然後呢就希望說 趕快來幫忙找人 他們覺得可能遇到不好的事情 那補杯就補了三個醒杯之後 你帶應允就是出動精神 到他最後出現的那個地方 由這個玄天上帝來作證 很神奇的事情 第二天之後呢就有人就是感應到了 然後就說玄天上帝跟他講說 要往那個方向去走 可是大家就想說好那個方向一去 為什麼三天都找不到人 因為那個方向是一個很大的溪谷 OK 他們覺得這個人 因為已經五六十歲了這個監工 怎麼可能下去下切溪谷 然後呢那個水是非常深的 平常就已經到凶了 有時候如果下雨的話 還是會淹過頭頂的 他們就覺得那個地方不可能 但玄天上帝就只是說那個方位 他們就去 在第五天終於找到了 然後找到之後呢 就把他帶回來 大家就覺得很神奇 就是說你這個 五十幾歲 你怎麼辦法塑溪切谷 等一下 你對五十幾歲的人 有什麼意見 沒有沒有沒有 我想了解一下 你口中五十幾歲 感覺上就是個垂垂老矣 然後手不能舉 肩不能抬 然後走路走幾步 就會喘的那種感覺 在平路上 你去逼百岳不行 我猜我猜 百岳我是直接放棄 我頂多就是到陽明山中走而已 那個真的 那個我們去採訪過 那個溪谷 你是不可能穿的 很難想像 對 你很難想像會穿得過去 他穿得穿過去 然後呢 他在回到家之後呢 然後大家就跟他講說 你可以救回來 其實就是戴亞公 就是懸念上帝救人命 你一定要去謝謝人家 他一進去腳就軟了 他就說 看到那個金身 戴亞公的金身 他就說他在那五天裡面 他磨磨磨磨磨 他根本不知道怎麼過那五天的 其實他身體狀況已經很不好了 但是就一直有一個人 在他最虛弱的時候拍拍他的肩膀說 你不要放棄 沒事的 你家人還在找你 你不要放棄 家人會來找你 他說那個樣子 就是那個金身的臉 他就是戴亞公 就是下凡來支持他 來鼓勵他 OK 那就順利找回來了 OK 對 其實你說像神佛救命的這種傳聞 一直不斷的在很多的公廟 都會出現像這些 古文科請問一下 因為你在國家公園服務過 是 像剛剛講的那種靈蛇的那個狀況 或是在山林之間 當你碰到迷路 碰到很多這些狀況的時候 真的冥冥之中 就會有這樣一些事嗎 這個不由得你不信 所以我們 一般我們去爬山的人 我們不管如何 我們在出發前都會 不管你信什麼 你就要拜一下 三神就對了 譬如你要到木道旁邊去上個廁所 那你更要打的時候打擾了 要不然你一定會出事情 真的喔 就怕不小心打擾到 對 就是會惹到有誰不高興 那通常來講 在我們那裡 大概一年平均就丟兩個 這很正常 真的嗎 對 就是完全找不到 完全沒有痕跡 要不然就算難得找到 也是在很離奇的地方 就像剛剛講的 你不可能到那個地方 他會跑到那邊進來 而且這些人通常都是 在一個隊伍裡面 然後一轉彎就不見 剛剛還明明看到他 怎麼一下子他就不見 然後他就一直走上 別的路途去了這樣 那如果要講科學一點的話 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因為 高山症會造成有些幻覺 OK 有時候他們自己在野崔 會找一些現場的一些菇類 但有些菇類其實 有毒 是有毒的 就像巴西蒙古一樣 也會產生幻覺 所以他會一直以為 明明沒有人 這樣會一直以為有人 就往那個方向走 可是呢 這是科學解釋 對 但是我碰見一件 科學沒辦法解釋的事情 那是我們 因為我們是跟 國家公平的警察隊 是在一起的 那有一次我們剛好就是在 快要傍晚的時候 有一個警察他已經休假下山了 他就衝回來 因為呢 另外兩個警察開車出去巡邏 就打電話給他 說我們兩個 巡邏就是照原來勤官的路線 然後下來之後 我們就往山裡面走 也是習慣能夠步道 可是我們現在怎麼走都走不出去 我們已經打算要在這裡紮營了這樣 然後他一聽就說那我還是趕快趕回來 趕回來之後 他就去找他們兩個 然後他就騎著摩托車 一路沿著這個道路這樣走 然後就看到那個警車了嘛 然後看到那個警車之後 他就 一邊就喊他的名字 一邊喊一喊 那個警察趴下就從路邊走出來 他說欸 你們在這裡 他說不知道啊 我們兩個已經都 他們兩個就渾身泥泥 就在那邊針打的時候 結果其實就在路邊而已 就可以打牆 就走不出來 對也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那時候我剛好在餐廳吃飯 我還親眼看見那個警察 帶了那兩個警察 滿身泥巴的那個警察 回來 回來餐廳說趕快先吃飯 因為我們餐可能也快要收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那個主任才說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個路你們一天到晚都去了 是啊 而且你就在路邊 你們為什麼會找不到 不然人家一喊你怎麼就出來了 後來我想到了 今天農曆七月初一 你們沒有拜拜齁 因為我們有拜他們忘了拜 所以就發生這個事情 也不由得你不信 你看孔子說 只不以怪力亂神 只不以不是說他反對喔 他說我不要講這個 因為這個我不懂 所以我們要敬鬼神而遠之 我尊敬你 所以我們到哪裡都拜一下 但是我最好離你遠一點 因為你也不知道對我是好是壞 尤其像我們這種做賊心虛的 來對不對 山上會報告很多這些吧 一天到晚帶隊或是什麼 沒錯 其實像苦林哥所講的 有的是發生鬼打牆 但是有些不是 不見得你是遇到鬼打牆 而是遇到魔神啊 像我們那個新北的戲子 它還有一座山就叫魔神啊山啊 然後光在墾丁那個地方 就曾經發生過三起 那是離奇的失蹤 包括一個國中生 然後還有一個老飛啊 那之前在媒體沒有披露 我那時候自己去採訪 還採訪到一個年輕人 那個年輕人他走私的時候呢 然後很多的收救隊去找他 然後找到 找了差不多三天 四天之後終於找到他了 結果找到他的地方真的是很誇張 就是說那個地方 其實所有收救的人員 大概兩三百人 全部都有經過那個地方 一定都走過 對 都有經過 然後也都有喊他 而這個人呢 也有看到那些收救的人 然後也有回應他們 可是呢 就是彼此都聽不到對方的聲音 然後一直到三四天後 他才被人家找出來 就很神奇 那像那個設頂那個老阿嬤也是啊 他是在暑假的時候 為了要去採菇 結果採菇那個地方 是他非常熟悉的環境 因為他就設頂人 結果進去之後呢 他就看到一個婦人 穿著紅衣服 然後金髮 然後他跟他講說 裡面的菇呢更多 要帶他去 他就真的跟著他走 結果在裡面呢 也明示了將近五天 後來才被找到 那當然有人就去講 就是說科學的講法說 他有可能像 孔林哥講的說 吃到菇啊什麼之類的 但是也有人講說 有可能失溫 那有可能是遇到高山症 或是缺氧 可是第一個失溫 他是夏天耶 他暑假 肯定熱得要命耶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那個地方缺氧 那個海拔很低耶 沒有這麼高 對根本不可能 對根本不可能 然後他又熟門熟路的 所以其實到山林裡面 真的還是要尊重山林裡面的一些 我們不知道的一些磁場 跟一些環境 OK 所以玉鳳記得 下次經過陽明山也要拜一下 好不好 我真的都會 每個經過山都要拜一下 那大概 基本到各地都有發生這種事情 大概有三個共同的特徵 第一個就是說 會快速移動 結果明明剛剛才看到他這裡 可是等一下過 又有人在那個地方看到他 通常都是這個樣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那個當事人通常會說 他看到一個小孩 跟著那個小孩走 OK 然後第三個就是 那小孩會給他東西吃 所以他們通常找到這些人 他們都在吃 泥巴 他們以為的好東西 結果通常是在吃泥巴 或在吃什麼東西 對 明明在路邊 而且 那些國家警察隊 他們一定很熟這些路 因為他們平常可能還要去救別人 或什麼 所以這些狀況 你很難去解釋 到底是怎麼樣 像龜大牆那個也是啊 通常這個都是我們說的 那些國家警察隊 他們一定很熟這些路 因為他們平常可能還要去救別人 或什麼 所以這些狀況 你很難去解釋 到底是怎麼樣 像龜大牆那個也是啊 通常這個都是我們說的 摩西納 真的是摩西納 它真的就是山林 山林很奇怪 它不會害你 它只會把你創地 就是跟你 好像類似跟你玩這樣子 所以它會帶你去 而且它會拿東西 故意拿一些 感覺很莫名其妙 讓你覺得你吃雞腿 其實是草莓腿 有時候就跟你 讓你吃泥土 其實那個好像說 你吃得很好 其實那個就是泥土 它就是要故意要 要好像在捉弄你這樣子 這個是不是模型啊 剛剛玉峰講的那個 玄天上帝 玄天上帝 我們知道的形象就是一般 一腳踩龜一腳踩蛇 對 因為五夜都是那個 為什麼白娘娘會有 就是五夜出來 而且五夜也是 剛好就是進入夏天 那因為夏天的話 所有的那些 我們所謂五毒嘛 都會出來 那蛇也是屬於五毒裡面的 那牠就是會出來 牠就會出來 因為可能就是 因為牠是 賢天上帝的廟 所以等於是牠的 坐騎的感覺 所以牠才來參拜 我們說只能說牠是很有通人性的 或什麼這些 對 其實有很多廟都這樣子 像說這個 賢天上帝廟 牠是有一條蛇來拜 蛇 像那個南投的一個地方 牠是有的是 那個蜜蜂 整窩的蜜蜂 去拜財神 那有的人那個 拜那個叫什麼虎爺 有時候你拜的虎爺的地方 你帶你的那個寵物去拜一拜 那個寵物會很乖喔 如果說牠這個寵物 常常會爬到你的床部上 去故意給大小便 那你帶牠去拜虎爺 真的就乖啦 狗聞到老虎的 這個在民國初年的小偷 偷東西是帶老虎大便去偷的 為什麼 因為狗聞到老虎大便 就會害怕不敢叫 對 所以 牠會怕虎爺是有道理的 可是 因為 聽他講 那尊神明是玄天上帝 然後採龜 採蛇 因為我從小喜歡看這些故事 玄天上帝講說 就是要得到的時候 就把肚子裡面的腸 那些內臟 全部自己 因為牠以前是屠夫 然後把那個時候的腸胃 在河邊全部掏出來 然後腸子就變成蛇 其他胃那些就變成龜 所以類似像這些 可是 請問一下 玄天上帝在道教的位階 很高嗎 或是我們常常講 求神拜佛 求神拜佛不是每一尊 你想什麼 每個人願望有不同嗎 有求感情的 有求財富的 有求身體健康的 不是每一尊神明 進去低著頭拜都可以 其實他神明還是有分科的 跟醫院一樣 對 你頭痛你不要去找婦產科 怪怪的 所以他還是各有他的執掌 以神心補系來講的話 玄天上帝他的神葛 是非常崇高的 OK 一開始來講的話 在道教裡面他們是認為 玄天上帝他其實是 玉皇大帝的價錢 他玉前的四大將軍其中是 包括天蓬 那時候他們是立委四大將軍 但是後來他就升格 我們簡單講就變成 封將大力了 OK 但是他最主要就是斬妖除魔 所以如果你今天比如說 卡到陰 或是家裡面觸體有問題 你覺得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靈的東西在裡面 去拜神明上帝或請他來做主 那是非常有效的 可是像比如說你今天要去求財的話 當然你要去拜財審 只不過我們現在財審 講的有很多種 比如說做生意的財審 或者是拜關公什麼之類 或拜禮 一般來講 有的就是拜武財審 有的拜文財審 不一樣 如果你今天求公明 當然也是拜文昌帝君 如果你求姻緣 當然是去拜月老 所以它是都有分別類的 比如說我今天要求小孩子平安 那當然是拜三奶虎臨 不過其實神明來講 它有時候它還是有一些 比如說這是你的宿命 它也不能隨便就改變你的 完全把你的整個命盤把你改變 或是說它有一些天氣不可洩漏 它也不能說全部都跟你解得非常 解析得非常清楚 這是不行的 我曾經採訪過一個案例 就是在巴黎那邊有一個財審廟 然後那時候他們有一個婦人 他先生做生意被倒了 然後欠了很多錢 很缺錢 所以他婦人就 特別在機身降價辦盛事的時候 就去求武財審 能不能試財給他 結果那時候武財審的機身 就跟他講說 你要錢還是要命 他覺得奇怪 我是要來求財 你怎麼會問我說 你要錢還是要命 他說財審爺我是要求財 財審爺就在問他第二次說 你到底是要命還是要錢 他說我真的 我們父母要糟糕沒路了 我真的沒有錢的話 真的大概命也都沒了 那武財審在問他第三次 你到底要錢還是要命 他說財審爺拜託啦 真的要四財給我 那財審爺死回了他一手 罷了 結果回去之後 他就跟他老公發牢騷 說人家說財審爺 他老公發牢財審爺 我要求財 結果他老公說 你要錢還是要命 我都覺得莫名其妙 我明明是要來求財的 結果隔了一個多禮拜 夫妻兩個在家裡面看電視 那個太太突然間 吐了一口血 倒下去 送到醫院 不致死亡 他先生才驚覺 原來武財神已經在告訴他的 你的命已經將終了 如果你跟我求命 我今天幫你秉上去 或許上艙願意讓你延續你的生命 所以我就告訴你說 你要錢還是要命 可是他不能直接告訴你說 你剩下一個多禮拜的壽命而已 你還要延壽一下 所以神秉是慈悲 可是他也不見得 能夠跟你講得那麼清楚 OK 可是一般聽到有很多的神蹟 或什麼的話 你聽到最多的在過程當中 會幫助你的 一鋒 是 警察辦案 對 或是像有消防 在救難 那種最危機的時候 突然明明之中 會出現什麼 這種大概是聽過最多的 對 那我自己的朋友 也辦過一個非常離奇的案子 有個小朋友 他到了入學的期間 台北市的小朋友 沒有去讀書 沒有去讀書 就要通報了 結果通報找不到 後來警方就介入 警方介入調查之後 就發現說這個家庭 非常的不單純 媽媽以前是在做酒店的小姐 然後這個先生 就是他的老公 應該是酒店的少爺 那兩個後來在一起 就生了一個小孩 可是這小孩子就不見了 那後來等到說 警方去介入調查的時候 媽媽有賣淫的前科 但現在也找不到人了 爸爸以前吸毒 後來變販毒 然後再抓進去關 那我這朋友 就把他借題出來 就問他說 小孩在哪裡 這個人也是很討厭 就說小孩沒有了 就說沒有了 就是走掉了 但是他怎麼走 他就不願意交代 然後警方就說 那你至少要 你自己的小孩 你不可能隨便亂放吧 那還在哪裡 講出來 至少幫他辦個法會 超渡一下 結果這個人很皮 因為他不好關 他是毒販 所以他在關裡面 常常被欺負 他就騙警察說 一下子在哪裡 一下子在東 一下子在西 這樣的話就可以 常常借題出來 有一次我這朋友就很光復 就說 你們要照顧好自己的小孩 你也不願意 讓他下輩子趕快投胎嗎 結果這個人還是皮皮的 沒有辦法之後 他們這個小隊 他們有拜關聖帝軍 就請關聖帝軍來幫他 當天晚上值班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他在他們的寢室 他說他睡到滿頭大汗 然後又起不來 他就說他夢到說 他走在一個山上 然後當天一直在下雨 一直在下雨 他一直在找 看有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躲雨 可是那山林 就是沒有地方可以躲雨 然後他再看看地上的時候 突然發現地上很多隻 硬了的手從地上伸出來 伸出來之後他就嚇到 他就想說那應該就是 跟他這個案子有關係 然後第二天的時候 他又把這個人借題出來 他就說那不然這樣子 你跟我走一趟 就是他一開始租屋的地方 旁邊有一個小山 他就說我們一起去收山 你不是愛走嗎 我陪你走 一上去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像 他夢裡的那個山林 因為他以前都在房子 那邊搜索 沒有往後山去走 是山林 但是走走走走走走 走了一整天也都找不到 然後天也快黑了 他就說燒香拜拜 就說小朋友 如果你有喜 你願意的話 就讓我找到你 像一插下去的時候 天空開始 啪 下大雨 下大雨 大家就要收隊了 要往他的正防車走的時候 他就說他人就這樣子 撲開 他就好像腳被抓住一樣 整個人就跌倒 然後他就跟他的小隊長說 就這邊了 就挖了 大家就說你什麼都沒有 你要我們挖什麼 他說趕快挖 然後他們也難得去拿工具 就是意思意思手挖一下 就給隊長看一下 一挖就挖到了 他後來把它撥開之後 就有一個小小的鷹核 然後他是怎樣 他是直立的 直的這樣往下嗎 對 就跟大家想的不一樣 大家以為說應該就是這樣方的嘛 他是直的 然後手就是這樣子 往上 就是他夢到的那個 對 有很多手往上抓 對 然後他就說他當下為什麼有感覺 他就說他夢到手往上 然後他說他走路跌倒 跟被人家推倒 跟怎麼樣扮倒 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他說他就是感覺這樣走走走走走 被抓到 整個人撲開下去 所以他挖起來的時候 他也是很毛 但是他覺得說他自己是幫 就是做了一件好事 就終於至少可以讓他入土為安 最好是然後這對夫妻 我們說小孩這種 這種一般來講 都會討論到有沒有陰靈啊或什麼 所以像這個父親 光拿掉小孩 有很多女性朋友 都會擔心有沒有陰靈的問題 更何況這個夫妻 所以我不知道小孩是怎麼走的 但是跟他們一定有關係嘛 對 不是親手去把這個小孩弄死了 最起碼間接上面 應該就是都沒有好好照顧 都沒有好好照顧 然後就是應該是活活餓死 對啊 那他們就不擔心會有這些問題嗎 剛才 玉峰講那個 我們一般知道的大題 路面就是橫的擺 那直的擺這種 有什麼特別意義嗎 因為你要橫的的話 一定要有一個很大的洞 要橫的的話 要讓它躺下去的話 那我覺得它應該就是剛剛這樣子 就是挖一個小洞 你小洞就把它 因為小孩子 一過世的時候 它是硬硬的 硬硬的 它就把它放進去 所以因為放進去的時候 就好像我們說 你那個小孩 倒頭坐體 那個小孩子 因為手卡住了 伸不出來 所以你幫它硬 就是幫它直的 你放下去 那個手一定會往上嘛 對不對 因為就是等於這個寬度不夠 那就下去 就把那個手 我可以直起來這樣子 那至於說 會不會對他們不好 我覺得就已經不好了 要不然他那個爸爸 為什麼常常 就是吸毒在裡面 關還常常被欺負 那媽媽一直在那邊流浪 這個就是他不好的地方 那因為畢竟他是 不管是出生以後不叫英靈 還沒有生出來 那個叫英靈 那才叫英靈 那像這樣子的那個靈體的話 其實他的那個力道不強 所以他其實要報復也很難 光能託夢 我覺得這個就不容易了 就那個夢中的夢境 包括地方或是手往上伸 都符合後來 我不知道是有拜官聖帝君 官聖帝君 我覺得那個 可能神界兼職的人也滿多的 你看官公 官聖帝君啊 官公你看 警察也拜 黑道也拜 都要講義氣嘛對不對 然後文昌帝君也有官公 也是 然後五路財神也有官公 官公很忙耶 差不多五十幾年前 在那個沿平北路那邊 因為有一家那個皮鞋店 樓下是店面 二樓就可能就是放一些皮鞋的褲長 那三樓可能就是也是會放的 但是就會給這些 你南部來的小孩子在那邊睡覺 那那個就是他有個 從南部來的一個男生 那就是住在他們三樓 但是看起來就是你很 精神各方面都非常的不好 好像生病那個感覺 後來有一次這個裡面的一個店 他到三樓 他一上去的時候就碰到 看到一個女生 他就奇怪怎麼會有一個女生 但他因為看到了他心裡面就暗笑一下 以為說這個小男生就會帶女朋友回來睡覺 這個小男生為什麼精神萎靡不振呢 第二天他就跟他講說 你帶女朋友回來睡覺 怎麼樣這樣子 大家就在笑他 那個男生就發誓說沒有沒有沒有 一直說他沒有 後來這個事情就傳到那個 頭給媽的耳朵去 那個頭給媽馬上就過來 馬上就過來說 趕快準備東西去拜拜 因為上面有一個姑娘 那個就是之前 因為那個房子是租的 頭給媽他們是租的 那他的前身就是 這個也是一個店員 那因為愛到了那個老闆的兒子 所以說因為愛不到 所以就是人家反對嘛 所以他在上面就自意了 在吊在那上面 所以是本來這個租的人 剛開始不知道 後來知道以後 就是因為也會常常出來嘛 後來知道以後本來想要送走他 結果他要求他就不送走 他就是要在那裡 就是要在那裡 而且要跟這個頭給媽講說 他願意幫助他 所以後來這一家店 這一家店是在 以前那陣子 在延平北路那邊 有很多很多的皮鞋店 所有的皮鞋店 每天都是好像類似掛鈴或是沒有人 但是他那一家是門庭弱勢 很多人每天都來買 所以當頭給媽聽到說 又出來就表示說 可能就是沒有拜好 還趕快去拜牌 OK 董哥有很多聽到這種就是 很執著他就會留在這 或是像一般講 有那個自意或什麼那些 他就整個靈魂 就一直會留在這個房間裡嗎 有一首歌叫做 所謂愛情不就是一種執著嗎 對 不執著你就不可能 兩個非要在一起 然後挑戰全世界 然後天涯海角 可是同樣的既然執著那就不能放手 可是另外一邊 人家沒有跟你結連禮 他搞不好就跑去自己 所以他沒辦法放手啊 沒辦法放手的話 那要不然就把你拉下去嘛 如果不能拉你下去 我就留在你這裡 OK 我自己是很想有這種經驗 真的我在 你想清楚啊 真的 我在那個馬祖的東局 住四個月 住在一個叫大埔村 那個村子沒有人 全村沒有人 沒有人 對對對 因為 因為人都住到比較熱鬧的那個村子去 那個村子大概就用來養雞啊什麼的 就沒有人 在那邊住 晚上就沒有人 就我一個人住在那邊 他們說你不怕嗎 我說我就想交一些臨界的朋友 因為沒機會啊 而且你那不是養小鬼會幫忙嗎 我們如果交一些臨界朋友 如果他們 對我有意不是很好嗎 可是 可惜沒有這個機會 但是呢 我認識一個人他是 這個是女孩子 他是一個妹妹 然後姐姐他是嫁到香港去 那兩夫妻感情也不錯 然後生了一個小孩 後來在COVID-19的時候 姐姐就不幸過世了 那這個妹妹就很擔心 然後也跟爸媽商量 然後就過去香港那邊 就一方面 因為小孩還小嘛 就幫忙照顧這個小孩 然後也可能看一下姐夫的狀況怎麼樣這樣 結果他到那邊去之後就說 那姐夫當然是鬱鬱寡歡 可是當然也很高興有人來幫忙 因為他還要上班 有人來幫忙帶小孩 可是他就老是發覺說 怎麼覺得家裡面好像 好像老是還有別人的感覺 就是他衣服摺一摺 然後摺一半去幹嘛 回來的時候衣服已經摺好了 他問了小孩 這小孩大概四歲三四歲 他說是不是你摺 他說是媽媽摺的 他說媽媽就不在了 他說是不是你小孩太想念媽媽了 或者說他覺得天氣冷藥 就把窗戶關上 發現已經關了 然後問說你自己關的嗎 他說媽媽關的 結果他就跑到那個黃大仙廟去問 結果那個廟公就跟他說 他說如果照這個樣子 是你姐姐的靈魂沒有走 那他沒有走 原因一個就是有怨念嘛 要不就是有牽掛 可是看起來如果跟這個 以這個小孩的反應來講 好像他還是很照顧這個小孩 什麼的 應該不是小孩的問題 他說那你要 注意觀察一下你姐夫看他是怎麼樣 然後他就 他本來也沒有對他 因為跟他姐夫本來也不認識 所以也沒有特別熟悉 就主要照顧小孩 回來之後他就開始注意他姐夫 就發現他姐夫每次在吃飯的時候 就雖然他做了菜 然後飯的時候 不管他做什麼菜 他手藝也還不錯 可是他姐夫就一定會拿出一個 像胡椒罐的來 然後撒一些在他的飯裡面 然後吃 可是吃的時候又皺著眉頭 好像很難吃的樣子 他就想不通說我做這麼好吃菜 你一定還要加個東西 那加個東西應該是很好吃的 你才會高興吃啊 為什麼你還皺眉頭皺成這樣 他忍不住他姐夫說 你到底在吃什麼 結果他姐夫說 因為你姐姐生病 重病的時候 我去 我在顧他 他跟我說一句話 他說你要發誓 你絕對不能離開我 不管我是死的還是活的 結果你姐姐真的過世了 我為了要實現這個諾言 我只好把你姐姐燒的骨灰 一口一口吃回去我的身體 所以他吃的 那個胡椒罐 對 裡面是他姐姐的骨灰 所以他每餐慢慢的把它吃回去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他姐姐沒有走 對 他姐姐走不掉 不是 你這樣我以後 怎麼加胡椒呢 你要怎麼吃牛排啦 這聽起來 起雞皮疙瘩 對 因為剛剛講的 到後面的時候 我不曉得一分沒有感覺到有點 我都覺得毛了耶 對 我剛剛聽到後面 我已經在想 該不會 該不會 結果真的是 那後來這個事情怎麼辦呢 後來去找那個法師 法師就幫他化解 說你不需要用這種 這麼極端的方式 你好好的再做一場法師 然後送他安心的走 不用這個方法 然後你的心是他的 你就不需要說一定要跟他身體合一 對啊 有經歷過或是有聽過像這樣的 你不能用陰魂不散 可是這種有欺美的 但不管怎麼樣 就是蠻毛的這些狀況 我們都聽過一句話 就是死人鐵死人鐵 就是說人往生了之後 你今天要為他做什麼事情 你可能都要呼叫他的名字 不然他可能搞不懂你在叫他 或是說他可能有些執著 然後他就一直留在這個空間 他不走 因為在台中那邊 就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有一家人他們在台中那個地方 買了一塊地 然後蓋了一個拓天措 蓋完之後 一家人就歡喜喜就搬進去了 結果搬進去之後 他們家人發現到晚上的時候 尤其是到過了職業之後 經常在裡面會有一些 不明的一些動靜 甚至有時候會看到一些影像 在裡面飄 後來這個女兒就患了憂鬱症 憂鬱症大概半年多吧 就想不開 就在裡面就致敬了 那致敬之後 結果他父親也很難過 結果他的父親也想不開 在三個月後 他也就自殺了 那自殺完之後 他們家人就覺得說 住在這個裡面 第一個就是 住進來就看到鬼影蟲蟲 然後 婦女兩個人又相繼自殺 所以他們就很想要搬離開 然後就把這個房子賣掉 結果賣了兩年一直賣不掉 那個房子還600多萬的貸款 所以他們經濟壓力也非常的重 後來他們就找到台中那邊 有一個很大的仲介公司 這個仲介公司的老闆 他很會處理這個事情 他有配合一個道長 他就請這個法師來協助 結果那個法師一到那個房子的門口 鐵擠門一打開 他說跟我講說 他要進去的那個剎那 裡面就有一個很強大的力量 這樣阻擋著他 沒多久他就看到那一個 那個自殺的那個女生的女鬼 就出來還穿著獸衣 然後就出來 然後問他的師父說 你要來幹嘛 他說我是要來幫你解決問題 如果你不讓開 我要強行進去的話 可能會傷害到你 後來那個女鬼就讓開 他就真的進去 進去之後呢 他就馬上看到他的爸爸 就蹲在他們那個 神桌旁邊那個地方 就蹲在那個地方 然後也問他說你要來幹嘛 然後那個法師就說 我是要來幫你解決問題 結果那個老先生呢 居然跟法師講說 我會想離開 但是我走不了 結果後來一看 不是只有他們兩個混在裡面 是後面還有一堆 而且穿的就是比較屬於 古裝的那種糖裝那一種的 結果那個法師一查 老先生呢 居然跟法師講說 我會想離開 但是我走不了 結果後來一看 不是只有他們兩個混在裡面 是後面還有一堆 而且穿的就是比較屬於 古裝的那種糖裝那一種的 結果那個法師一查 才知道原來這個地方 它以前是一個舊河道 那個河道那個地方 就澄清有很多人 有一些人是埋在那個地方 甚至有一些是水流氏 或什麼之類的 結果他們的一些林 就聚集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不知道 就把它蓋了 可是蓋了之後 那個法師跟那個仲介講完之後 那個仲介就跟那個屋主這樣講 可是那個屋主就說 可是前兩年也做了 大概有三四場法師了 根本沒有用啊 那後來他們那個 屋主其實他不太願意做這件事情 他認為說 我已經欠了 還六百多萬的貸款要償還 然後再辦一個法師 又要花多少錢 後來那個仲介就講說 沒關係 這一場法會我先出 如果房子幫你賣不掉 這個我不會跟你追討 就我出 這樣可以嗎 那才可以啊 就賣掉了之後你這樣還 對 因為這個法師台中非常的有名 他就幫他齊請辦了七天的法會 才把這些 包括這對婦女 還有包括古代這些亡靈 才真正把他們送走 結果那個房子 不到兩個月就賣掉了 老師請問一下 一般像這種 我不知道應該要形容說 這塊地本身大概就是巨嬰之地了吧 可是一般人都看不出來 只有法師就像剛牛腿講的法 他門一打開才會看到 一般人門打開 就是門打開什麼都沒有啊 那一般人怎麼去看這些 裡面有沒有發生過什麼樣的事 除了去警察去查 通常齁 你看門子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好像感覺好像會倒汗 或是會減得很不舒服 再來就是 你會起雞無牌 或是說你會覺得說 莫名的一直想哭 心裡很不舒服 或是你會覺得說 好像心臟會悶 很悶很悶 好像一直喘不過氣來 或是你有帶小寵物去 小寵物會跑 或是你帶小孩子去 小孩子一直哭 不要進去 這都是這塊地不乾淨 可是就 你最好是打對擋鼓了 OK 那可能還有一個狀況 是聽到仲介開出來的價錢 可能也會有一點 有體質比較靈異的人 就一般真的有體質比較敏感的人 我認識這樣的人 所有人看房子都找他去 包括租房子 買房子 他會有什麼反應 他就會不對勁 他就覺得這間不對勁 他身體就會不舒服 然後大家就不買 現在有些建商他因為土地很難找 為了要開發 像台南有一家 大百貨公司的電影院 就媽媽帶小孩去看電影 那小孩還是有靈異體質的 坐在那邊小孩說 哇 媽媽今天電影好多人 媽媽什麼鬼 旁邊有三個人 哪有什麼好多人 整個裡面只有在這裡 對 旁邊有好多人 結果搞得媽媽都看電影 看得毛毛的 後來就問人家 那個百貨公司的底下 那個土地原來是很長 OK 所以那些 可是經過這麼多年都還是這樣 他們也沒地方去啊 既然有電影就來看一下 他會暫時啊 OK 然後看的是什麼 暫時停止呼吸 好厲害 可是你看 你看我剛剛講那些 但最起碼 那個過程或最後結果 沒有真的害人取命啊 或什麼這些 可是一般來說 一鋒 最怕的就是碰到那種 惹到了那種 不該惹的 對 高雄有一個案例 那個時候呢 就是有一個鄰居 然後呢 跑去旁邊說 我們家出事了 你幫我叫救護車 救護車一來了 不願意叫 就是覺得說 這狀況很危險 而且呢 應該是有問題的 馬上打電話報案 然後我們就看那個監視器啊 你知道那個女生啊 被帶出來的時候呢 是沒有穿衣服的 然後全身赤裸 上面畫滿了符咒 然後呢 就是已經奄奄一息了 然後我們再回頭去查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駐地記者到他家的時候呢 沒有人願意靠近 都遠遠的要大炮拍 因為他家就是畫滿了符 然後甚至連窗戶 你都可以看到說 裡面貼滿了符咒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這個死者 後來就死掉了嘛 多重器官衰竭就死掉 他在台北工作 然後做得不錯 三十幾歲 有一天呢 在高雄的爸媽就打電話給他 就說 你妹妹說 你會有一個姊 他有點靈異體質 有時候會神明附身 你趕快回高雄來 我們幫你去趕 結果呢 這個原本都沒事的 這個姊姊就 就被爸媽帶回高雄 帶回高雄之後呢 睡沒兩天 他就說他自己是觀世音菩薩 他說他自己是觀世音菩薩 就開始有點錯亂 就說那個姊姊 對 那個姊姊 因為在台北工作 被帶回來的那個姊姊 然後呢 他又說他每天晚上睡覺 都夢到被陌生的男生性侵害 所以他就睡不好 爸爸媽媽很擔心 就說好 那我們帶你去一個山上 就是有那種靈修的地方 我們去那個靈修的地方 然後呢 我們看了之後 幫你化解啊什麼的 沒有想到回來之後呢 不只是這個姊姊不正常 連那個他的妹妹 也開始變得不正常 就說什麼 他是玉皇大帝 然後另外一個 反正一家六口 每個人都是神明降生就對了 其中最嚴重的就是他的媳婦 他的媳婦就說 這個姊姊 從台北回來的這個姊姊 其實已經死掉了 已經死掉了 那為什麼他可以動呢 因為他是被邪靈附身 沒有想到呢 其他的家人竟然也相信 就開始拿神主牌位 家裡的神主牌位 然後呢 打他 然後呢拿那個毛筆 沾一些那些水 墨水在那邊畫符 要讓他退靈就對了 但是就這樣弄了五六天 他說他 後來我們就問那個鄰居 他說 他們家就是吵來吵去 常常半夜也吵 白天也吵 然後大家就會偷偷看他什麼事 他就說他們一家六口 就是五個人 好像就是Keydown一樣 然後手舞主導啊 然後拿東西 就打那個大女兒 等於就是 感覺上就是鄰居的說法 就是活活把他打死 沒有人敢去處理這個事情 或是去介入 然後等到最後的時候呢 就是他爸爸覺得 好像不太對的時候 才請鄰居打電話報 才發現說有這個狀況 可是到最後呢 雖然這些人有被起訴 就遺棄 遺棄致死罪起訴 可是後來其實都沒罪 他們就說因為這個大女兒 其實就是多從器官衰竭 那更噁心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女兒不是被他們這樣子打嗎 拿神主牌位打嗎 他們甚至為這個大女兒吃排泄物 為這個大女兒吃排泄物 是因為有的電影演說 拿那個糞便或是什麼東西潑的話 那個邪靈會不會就因此會跑掉 他們就以為這樣 最古以來都這樣傳說啊 對 然後就以為是這樣子 可是更離奇的事情是說 他不只是給大女兒這樣子吃喔 那個時候不是因為遺棄致死嗎 所以警方要受理報案嘛 就叫他們來 那時候還去找了一個天皇池 就請一個大師弄一個天皇池 就是鎮住這個地方 然後請一個法師就是說 用一個結界 很怕其他人就是被他們 影響到就對了 然後那些人終於來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又不只是 只有逼他吃 我們自己也有吃 然後警察說你們自己吃不覺得很噁心嗎 他就說什麼 他們上身的時候啊 他們也知道那是排泄物 可是他們就是沒有 聞不到那個味道 他們等於就是他們也有吃 非常的理解 苦林哥這科學能解釋 科學可以解釋啊 科學解釋的話就是集體中毒 這麼多天 牽中毒啊 就是環境中毒 環境裡面是牽或者是食眠 或者是某一種 然後那會影響到包括神經 造成他的腦部的那種 那如果不是科學的解釋 其實我們也常常聽到很多事情 譬如說學校裡面一群學生 集體有某一個行為 對不對 集體昏迷啊 集體 所以就說 可能你必須要承認說 除了我們的身體是會 受到 肉體上會受到感染之外 我們的意識或者心態 也可能是會互相感染 比如說 我去笑你們都在去笑 這其實也是有可能的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覺得不科學 所以就不研究他 我們常常這個 還在旁邊打個字幕說 請供參考 對不對 可是像我以前在教書的時候 就有一個學生 他就是 登基 基統 他就常常會在上課的時候 忽然就開始 就走起來這樣子 像我以前在教書的時候 就有一個學生 他就是 登基 基統 他就常常會在上課的時候 忽然就開始 就走起來這樣子 然後他這樣子 其他人沒有人 是基統啊 結果 結果幾個同學跟著他就這樣子 全部都一起跳 七八個就通通通通就跳出 就跳出去了 對 然後就去看電影了 所以我才 後來我就發現一點 他們通常都在數學課跳出去 是不是 我就把他這樣問 為什麼你數學課 數學很無聊啊 然後就跳出去 基地掏學 這是我看到的情境 可是那個是真的有 就是會登基 然後他真的就是有會 復生或什麼那些事嗎 以我接觸到 他們真的不是裝的 他們真的就是身不由己這樣子 所以那是什麼力量我就不懂 老師這種就真的很奇妙 就剛剛講說如果登基 如果要是復生或什麼類似這些的時候 因為我每次看 我都會問說有一些會拿 像家將還是什麼 或是復生的黨衣會拿 鯊魚劍或什麼打 或是做什麼 那他說他不痛 他是真的不痛 還是他真的就是被復生以後沒感覺 沒有 他那個有些時候 人的一個叫意志力 很可能會當時不痛 但是事後他會痛 他事後一定會痛的 牛腿有跑很多公廟 或是看很多這些吧 沒錯啊 你一定會問過這個吧 其實機身在操五寶 有的是真的有神領降價下來 他必須要去展示他的神威 但不可諱言的 有些是為了表演而表演 也是大有人在 那有些呢就是男性 人家可以為什麼我不行 人家開始操了 我們沒有人操 這都有 所以我們在公廟裡面 其實你要是看那個進香團 有時候還真的蠻好看的 因為你會看到一團在表演 真的蠻好看的 就是像我很喜歡去母娘那邊看進香團 就是當他們進來的時候 一團一團進來 那剛開始可能有一個人在跳 那他會像仙女一樣 哇跳得很漂亮 那接著就開始 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 就開始 哇一圈人就開始在那邊跳的 那這個是跳得漂亮的 但是有的跳得蠻滑稽的 我們在看的人會覺得說 有些人真的是被影響到 OK 那影響到是真的是領在影響他呢 還是他的意識自己在自我催眠 那我就說 那個師姐他被神領降臨 我也要被神領降臨 而去做這些動作 但是這個案例裡面 我是比較覺得就是 他們應該是有 有從信某種宗教 OK 最好就請問一下 如果真的啦 一般有人如果碰到 講說有邪靈 或是有被什麼鬼魂糾纏的這些 要怎麼辦 我通常會覺得說 儘量不要 寧可信其有 不要信其無 所以說盡鬼神而言之嘛 儘量不要自己去做這些動作 就是你去接近他 也不要說你不相信 我會要去怎麼樣 我要去什麼 跟著晚上要什麼去 去去 去賣氣氣 對啊 對賣氣氣 真的是 如果說真的不小心碰到 那就是只好自己找老師去做解決 OK 那古文哥你會怎麼建議大家 在看待像這樣一類的事情 我舉自己的例子好了 我這種非常貼氣的 我還想交靈界的朋友 都交不到 對 可是 像我以前常常去 上一個講鬼故事的節目 順帶一起 我每次都冠軍 那節目固定就會拜拜這樣子 就是那種有相案 對 那有那些比如說民俗的大師啊 什麼像各位兩位這樣 他們在那邊拜拜 結果看到我也來拜 他說你有信什麼重要 我說沒有 他說那你為什麼來拜拜 我說 因為我們要尊敬未知的力量 我們 事實上我們 人類到現在為止 也都一樣 我們還不知道的東西還很多 所以你不要因為你不知道 或者你看不見 你就說這是沒有的 像老師說寧可信其有 那我尊敬他一下 總沒有壞處嘛 對不對 我不要惹到他 他不會找我麻煩嘛 對不對 這以人為善 你要以神為善 以鬼為善 對不對 其實不管是宗教信仰 或什麼 我們每次在節目裡面講 他對人來講 心理的撫慰或是精神支持 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很多事情也不能 你說過語不及大概都不好 也不能走火入魔這一塊 但是尤其不可以 為了某些個人的私欲 去想到用一些邪靈的方式 或邪魔歪道的方式 如果那樣的話 總有一天會反噬到自己 OK 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鄭政有時 我們下次見 拜拜